嗨,大家好,我是爱丽诊所徐医生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 爱丽医美知识分享平台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 是在诊所中经常被问到的 做热马集合超声刀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那做热马集合超声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可能有些人是为了回春提拉和紧致 然后让自己的脸看上去更小一些 这个目的是通过这些仪器如何达到的呢 任何这种能量类的项目 不管是音频类像是 热马集、FORMA还是超声波类像是超声刀 都是通过一种皮肤内的炎症反应来刺激胶原蛋白再生 从而达到一个提拉、紧致还有回春的效果 他们的这个作用机制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做完了这些仪器之后 需要注意两大点 一个是保证你有足够的胶原蛋白的来源 就是你的食物摄取当中要有足够的胶原蛋白 让你来合成这个胶原蛋白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在Prime状态的Machine 一个机器去制造这些胶原蛋白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去制造这些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的来源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平时你的饮食当中要均衡 像是豆类、蛋类以及我们的动物的肉类要摄取均衡 不需要再去吃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 以及一些很贵的保养品 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钻石蛋白 到了我们的身体当中都会被我们的肠道内部消化成胺基酸 然后吸收了之后它们再由胺基酸去转化成钛链 再由胎链去合成蛋白质 所以不管是你饮食当中是吃的大豆啊 还是吃的很贵的胶原蛋白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就是那20种必须的胺基酸 只要我们饮食当中是 平时的饮食结构是均衡的 就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 第二点我们要有一个Prime状态的机器 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制造这个胶原蛋白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肠道吸收了胺基酸之后 要去制造这些胶原蛋白以及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美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像是Common Sense 保持充足的睡眠 足够的水分的摄取 一天至少两升清水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稍微的适当的运动 这个会保证我们的身体在一个最佳的免疫状态 以及最佳的合成状态 去合成这些胶原蛋白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不要过度的减肥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一个星期是以掉5磅的形式去减肥的话 就是说很难避免我们在消耗能量的时候 不把我们的胶原蛋白也给消耗掉 因为你的身体在减肥的时候 它需要大量的能量供给ATP ATP的来源有三种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以及我们的脂肪 那在消耗了碳水化合物 还有脂肪之后 我们的身体就可能去诉求 我们的蛋白质 以及胶原蛋白 去进行一个ATP能量的供给 所以说在做完了这些能量型的仪器 不管是超声道 热马节 射品 还是我们平时的黄金威珍 为了治疗豆疤和豆坑的 都不要过度的减肥 你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饮食和运动 但起码是保证在做完仪器之后的 两到三个月之内 不要过量的减肥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